謝謝主席 我們請 我們次長 次長就好 政次長請 次長就好了 現在你們這個居家托育管理制度 你們有一個辦法要到103年12月1號 1號才實施 那等於是要兩年你們才管得到這些社區保母 無保母證照的這些問題 還有社區保母的這個登記問題 是不是這樣 明年 所以呢 現在空穿起的兩年根本無法管理 沒辦法處理 是不是 你們沒有辦法掌控 所以社會福利 什麼都是要社區化的來轉管管理 你們現在整個社區網都還沒有建立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現在報告裡頭也有說要用網路 做什麼什麼網 這個社區網網裡頭要怎麼處理 根本沒有辦法 也沒有在規劃 這一個部分就是說 以我們現在的一個建制的一個方式 是用社區保母的一個支持系統 來落實到社區化 那委員剛剛所垂詢的就是說 在103年的12月1日 華所規定的要登記至上路之前 目前是有這一段的空床 這個不能收錢前面一點嗎 還等兩年喔 剛剛說新北市要排兩年多 那這個管理制度還要等兩年 我們現在那個管理辦法都在你呢 因為他一定要因應 明年的12月1號 03年12月1號 明年的12月1號 12月1號 為什麼不要1月1號 問題在這裡啊 你還要再等兩年啊 1年多啊 你現在那個 你現在 這個就是當時候啊 我們法在Q的時候 你們現在只要登記輔導處罰 難道你們對居家脫育的那個 操縮的部分啊 保母操縮的部分 一點管理能力都沒有啊 根本報告齁 我們是不是要先釐清啊 就是說 為什麼它會 法會規定在103年的12月1號 因為當時候都沒有登記制度 那你現在登記制度要上路之前 你們要不要前置作業 保母要不要訓練 系統要不要建置 都有 可以嗎 這個恐怕 團體 你承接你們的服務也非常無奈啦 你為了這個法 訂了這麼久 他們才可以上路 這個部分 我們要再來討論一下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我現在請那個 局長 還有新竹縣政府 台北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好 基隆市過來了 全部 超收的問題 好 請上來好不好 給你們一個人差不多 用我的時間啦 兩分鐘就好了 好 你們對那個無造保母 跟超收的問題如何處理 那個新 新竹縣先 好了 委員 對於那個無造保母的話 當然目前在那個 法令上來講 是沒有所謂的一個 一個 集合的一個期限 就是剛才市長所提到的是 103年12月1號嘛 對 所以在這個期間你們根本沒有辦法處理 是不是 所以我們是針對說 在 父母親的部分 在做一個加強的一個宣導 就是說我們就有這種 一個脫育費的一個補助 還有在我們 加入我們保母系統 可以提供更好的一個服務品質 這方面的一個正面宣導 來做這方面的 現在只是做到宣導 是吧 好 謝謝 那個 台北市呢 報告委員 台北市因為它是個都會型的城市 所以事實上在公寓裡面 它那個狹窄的空間 我們是很難發現的 所以我們除了加強宣導之外呢 我們也有透過一些民眾 如果有任何的舉發 或者社區民眾的告訴 或者家長親友的提訴 我們都會立即派員去前去查處 就等於說目前的辦法 只有靠人家來提報 沒有法令可以直接進入去管理 連台北市都這樣子 我們也很期待我們的同仁 比如說操縱的問題啊 沒有執照保護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力其實也不夠 因為你如果是真的要掃街市 或者是全面的下街裡面去了解的話 我們目前人力上配置也有困難 所以我們同仁也會去輔導訪市 那加上民眾的檢舉是雙管旗下 那人力如果配置足夠的話 我們也非常願意 為兒童的安全來把關 謝謝 這是有方法啦 不一定要用很多人力下來處理 我們基隆市好不好 各位委員 因為基隆市確實也是 依照中央的相關法令 目前對於這個部分 我們也沒有一個相關的法院機制來做處理 列管 那可是我們就是透過我們的一個相關的保姆系統 去做積極的宣導 然後也利用相關的場額 宣導目前的保姆的補助措施 以及推銷我們相關的一個優質保姆的一些管理 以及運用等等 之前那個保姆手無力把人家小孩摔下去 是 那他有沒有社區保姆的資格 他有 他是我們社區保姆的一個輔導對象 那這個就是 這不是制度上的問題 是 所以 在無照的保姆跟超車的問題 你們基隆市有沒有在處理 現在還是不能處理 現在還是透過宣導的這個部分 加強民眾的一個選擇 還是都在做宣導 好 謝謝我們張 請回我們張局長 對剛剛他們各縣市都是 依你們的法令 現在目前都是自愛難行 那難道還要等兩年 小孩發生很多很多的事故之後 你們才要上路 是 法是這樣子沒有錯 可是這個法 我希望說能不能 我們來修法 我們配合大約 配合委員會這邊 如果說 我這邊來提案的話 是 應該可以提前 我們隨時可以配合 那我想澄清的一點是 事實上我們 的托育的習慣 應該要這樣子釐清 百分之八十八是家長跟 祖父母親屬自己照顧 剩下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二裡頭的孩子呢 已經有超過八點四 百分之八點四 全部進到我們的社區保姆系統 剩下的大概有 百分之一是我們的 這個托育中心 也是法有管的 不是人家 我跟你講 一個 一個 爺爺奶奶 已經是 年邁了 要找一個小孩 要我 以我的經驗 要 你 你現在上年紀 要來 抱一個小孩 都很困難 很累 你這樣子 整個國家的系統 把這個 教育小孩 跟 帶小孩的責任 又放在這個爺爺奶奶身上 我覺得這個政策 非常非常的不妥 你們的家儀化 部長那個時候想的 好 這種方法 我覺得是 很 很那個 是 我這個政策 真的不太可行 那我要說 你們的第一次是說 你們兒童主義 應該是去 解決人家家庭 托育的問題 我們要托育的問題 應該用網路 來管理 或者是說 像美國 我要 我要到這一家保姆去 我從網路上 我可以查到說 這個之前 他帶的是哪個 現在我們的 保姆登記 資訊系統 有這個系統 是有這個 這個系統 可以查到嗎 可以 例如說我住在 你們現在什麼時候要開始 那我 好啦 比如說我現在有個小孩 我要去找保姆 你們在網路上 可以看到說 他之前 是帶哪個小孩嗎 他上面有一些資料 好比說 我住新北市 因為我可以去詢問 之前那個 那個家庭 這個資料 因為受限於 看他帶的怎麼樣 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政府 應該提供的資訊 你現在104啦 你找房啦 這什麼 都有這個資訊 有些資料是設限於 個資法的一個保護 但是我們朝這個方向努力 如果保姆願意 這個不用到個資法的問題 只是說他們私底下去處理 這個問題可以解決 可以避免個資法的啦 是我們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好謝謝 我現在請我們彭婉如基金會 彭婉如基金會的李嘉銘專員是吧 還有進捐基金會的執行長林月琴 好不好 請上來 好 好在整個 保姆系統裡頭裡面做了多久 那多久去仿視一次 那如何進行仿視 那麼事先有沒有約時間要過去 這個彭婉基金會做了很久嘛 這個保姆系統 公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就是 彭婉基金會算是全國有承接大概六個系統 那我們之前仿視員 其實仿視保姆是一比六十嘛 那今年一月一號開始 其實就是已經變一比七十 那針對這個管理的 就是那個數量上的變化 其實我們也有點不太清楚 就是說一個社工員一個仿視員要去仿視 七十個個案 對他要管理七十個個案這樣 然後我們不是很確定就是這樣子的變化 是不是管理制度上的一些考量之類 那就是說有關於例行仿視的部分 那對於 這個比例是誰規定的 這是兒童局新的辦法 兒童局的規定 你們覺得這樣子的比例可以尋得通嗎 事實上 因為我們例行仿視來說的話 我們其實大概新的保姆的話 一年要訪一到四次 就是平均三個月要一次 那對於比較經驗老到的保姆 我們大概基本上一年也要至少訪視一次 並且要做出一些相關的報告這樣子 那所以說以一比七十來說 我們不是很確定說 兒童局的考量是什麼 但我們確實覺得在人力上會比較吃緊啦 嘿而且有關於訪視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必須要先跟保姆做時間上的溝通 那其實就很像小考一樣 你先跟他說我明天要考試 那我們會做一些的準備 那你們會沒有發覺是說 你跟他通知說要去抽查 那他可能本來帶五個小孩 你規定是說要兩個 他就把那些小孩移走 有沒有這個情況 因為 就變成說我們去抽查的時候 就變成不太知道 不過因為我們 有沒有碰到這個情況 什麼不太知道 有 我們等於是說應該是說 抽查應該是 我們是例行訪視 他等於是訪視的部分 他其實是例行 所以他等於是不能夠做 做所謂的抽查 抽查這件事情是 除非家長有檢舉說保姆的 好 例行訪視 例行訪視好了 你們都有通知才去訪視就對了 一定要通知 這個是規定的 然後家長檢舉的時候才可以做 你覺得一比七十一比六十這些工作人員的負荷 可以 可以 可以負荷得了嗎 合理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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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幼保科系毕业 可是我们看核心课程的问题来看的话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从课程规划里边 所谓的安全涵盖在我们的婴幼儿环境规划 及活动设计的环境安全与减合 那这就有一个很大问题 今天找环规的老师上课的时候 他不见得对安全事实上是去理解了解的 那事实上就会产生有很多的一些困难点 那再加上呢 事实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各地方政府呢 他们事实上伪办到我们各个系统的时候 那通常都是各系统在承接 可是我自己去看地方政府 他们在伪办之后 这些系统到底怎么去办核心课程 各自去解读核心课程的内容 那个核心课程 那个课程没有一个统筹的规定吗 虽然民生上 地方政府自己去规定的 中央有规定 可是系统去解读这个课程的时候 就很特别 讲到安全的时候竟然是放在所谓的急救 事实上急救跟安全事实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后端一个是前端的预防 所以我觉得这就已经存在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今天在看 刚刚委员在讲房市的问题的时候 事实上目前 那大概从密度上来看 那大概从密度上来看 事实上房市的密度并不是这么高 可是如果要家长去选择系统的保姆的时候 是不是让家长误解说 今天政府严控的去管控这个系统的保姆 所以家长会认为 我交托给系统就是安全无意保障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要跟家长去澄清的 我觉得目前大概还没有办法看到这部分 我觉得这个保姆系统还有安全的问题 我们真的台湾有待再改进再改进 这个以后再请教你们 好谢谢 我想我们一起大家都来一起努力 可是敖童局呢 应该是 是要一个领头养 你们的制度的问题 社区管理的问题 我希望把这个时间能够拉近 或者的话两年 哎 再担两年 你们才可以去管呢 这要怎么处理啊 好 本习会提出这个修法的这个 这个失程啊